好我們來看一下國立的3月15號到3月21號十二生肖的週運寺 好這個禮拜逢到了3月20號有一個春分節氣 那春分當然很適合去求柴水等等的為自己開運布局 但我最推薦大家最簡單的方式在居家的風水當中可以放一盆盆栽 那盆栽很推薦可以放開運煮 那春分屬木那我們今年的文昌位也在東方 所以我們在東方放上一盆開運煮 幫助我們在整個節氣當中或事業上家運都可以節節高升 如日中天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本週生肖屬猴老鼠還有龍龍朋友 運勢的表現只有一顆心而已喔 在哪方面要特別注意呢 工作上可能會出現很多紛擾的事情 有一些小人的問題啊 甚至於呢可能在簽約啊 談不攏的情況下呢會出現很多的疲漏 所以這禮拜呢一定要特別的注意喔 很多的小細節會造成很多的失誤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那另外呢這個生肖朋友呢也要注意破財的問題喔 這禮拜呢可能會有一些花費太多的現象喔 我們常講做好節流呢才是把錢存下來最好的時機喔 那要記得喔如果有一些破財的問題的時候 寧可呢先把錢呢拿去做布施做善事 就可以化解很多破財的狀況 好我們來看一下生肖屬蛇屬雞還有屬牛的朋友呢 這禮拜的運色表現有四顆心的好運氣喔 在哪方面呢恭喜你在事業方面呢有機會呢更加的更上一層囉 那事業的表現呢帶動各方面的好運氣喔 雖然有一點累不過呢我覺得人如果嫌累的話呢什麼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要多加的把握一下喔 那有一部分呢的朋友呢在這禮拜呢可能會面臨想要轉職啊或變動的一個跡象 那如果呢你有找到好的目標我們可以騎驴找馬 然後呢好好的為自己的未來呢做一點規劃 其實這禮拜的運氣呢是算蠻不錯的一定要多加把握囉 好來看一下呢本週生肖屬虎屬馬還有屬狗的朋友呢 運色表現有三顆心的好運氣喔 在哪方面呢桃花的好運氣呢帶給你開心然後好心情 那這禮拜呢如果說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之間可能有一點小小的誤會 那要記得互相呢去多說好話讚美對方 那這樣的話呢可以讓我們的感情更加的和和如意喔 那如果單身的朋友呢如果有心儀的對象或是想要求桃花的朋友 建議呢可以透有長輩啊或朋友的介紹 有機會呢遇到你的生命當中的真命天子跟真命天女喔 總而言之呢桃花的好運氣呢就是告訴我們要多廣結善緣 多修人緣呢帶動我們的人脈通前脈的好運勢 好我們來看一下生肖屬豬屬兔屬陽的朋友呢 這禮拜運勢的表現有五顆心的好運氣喔 在哪方面的好運氣呢哇財運呢有一種蓬勃發展的感覺喔 而且呢讓你呢哇敬財如意 好那這個禮拜呢建議大家呢可以多去好好的表現在工作上的正財 那正財的表現非常的好喔可以帶動到很多的各方面的 例如說財運啊或者是工作上的貴人啊甚至於升官加薪呢都非常的有機會喔 所以呢這禮拜總而言之把握一下這五顆心的好運氣 不要偷懶喔好好的努力會讓我們呢心想事成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半呢運勢加碼的有極心加持的幾個生肖呢 特別恭喜財運最佳生肖屬豬的朋友 可以讓你在這一半呢豬是如意喔賺錢呢真的是非常順遂 一定要更加努力了 好事業最旺呢恭喜生肖屬雞的朋友 屬雞的朋友呢哇如日中天喔 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呢我們在事業上的好運氣 不要偷懶喔保持努力呢才會讓好運長存 好桃花最佑恭喜生肖屬豬的朋友 這禮拜屬豬的朋友呢虎虎生風 人見人愛花見花開 讓你的貴人運呢非常的好喔 好喔